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罪犯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 更好的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 2022年5月 刘某云的妻子患脑医学住院 花费20多万元 刘某云很想出海捕鱼 挣钱给妻子看病 日照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了情况后 与日照市司法局对全市与刘某云有着同样需求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了摸底调查 调查发现全市共有48名在角社区矫正对象 以出海捕鱼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 能否在捕鱼期顺利出海 直接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假如他们不能够及时在开海季出海作业 他们就缺少了一定的收入来源 可是如果出海捕鱼 一旦这些社区矫正对象发生托管或再犯罪 该怎么办呢 经过前期和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的调研 组访 我们准备和司法行政机关海洋部门海事局共同出台 相关涉海涉与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监督管理办法 各位听证员 人民监督员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对此还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提一下 比如说这种情况下 这个渔民他们怎么出怎么回 另外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我们怎样进行审查 那船上的风险是如何去控制跟把握 在听证会上 大家各疏极限 围绕社区矫正对象 是不是应该出海捕鱼 如何去依法放开保障出海 又防止失之于宽 托管失控 其实这个涉海涉与社区矫正对象出海呢 咱可以笼统归为三个阶段 一个就是请假 然后就是在海上的监管 然后就是回去入港消假 咱们借助海洋发展局的监管一体化平台 团在什么位置 相关什么情况 他这个出港的时候进行的报备的情况 咱都能够很明确地看到 这个办法解决育民家庆经济困难 同时也没有耽误监管和法治教育 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 值得推广和宣传 得到法治效果和效果效果的影响 通过讨论 我们就确定了帮助就业 就是最好的教育帮扶的这种理念 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之下 最终我们决定可以通过几个部门的协同 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 可以对涉海涉鱼的涉体矫正对象 出海捕鱼的问题 进行一个审批 也可以进行一个预算的监管 2022年8月1日 日照市人民检察院 与日照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 共同制定了规范性文件 促进涉海涉鱼 社区矫正对象 能够顺利出海 借用山东省渔船渔港 动态监控管理系统 山东省近海海域 小目标雷达监控系统 及自建信息化平台 船舶定位监管系统和北斗系统 实现对涉海涉鱼矫正对象 出海作业 离入岸人脸验证 作业中实时监控 航道轨迹 溯源回放等全方位监管 检察机关通过信息共享 及时跟进监督 另外 成立出海作业临时社区矫正小组 出海全数据可查询 可回溯可监督 防止脱管漏管情形发生 发挥涉海涉鱼矫正对象 所在渔船船长 船员的协助监管作用 即是掌握出海作业的日常表现 几个月后 船长刘某云和船员们驾驶船只满载而归 2022年以来 日照市司法局共为48名涉海涉鱼 社区矫正对象 以法办理请销架审批手续 日照市检查机关积极健行 帮助就业就是最好的矫正矫正 通过帮助就业 促进涉海涉鱼 社区矫正对象 重塑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预防和减少 涉海涉鱼 社区矫正对象 再犯罪的发生 努力向社会输出合格的法制产品 帮助涉海涉鱼 社区矫正对象 合格回归社会 实现再社会化